學語言的方式 我們可以從教室學語言這一種 換到咖啡廳學語言 最大的不同會是 那些已經到一定程度的 可以繼續練下去 那至於初階的那個 其實就來來去去 而且可能這一桌三四個人 大家程度都不一樣 因為很難教怎麼寫 所以一開始可能是先 那個老師教你 怎麼用越南文字我介紹 那有的老師比較厲害 就開始設計情境 假設我們今天一起去餐廳 然後他會拿菜單出來 讓同學練習 讓他心裡面 有一點小小的波動 那我們也算功德一件